你好,欢迎收看6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李慧 1080年度高国中小应届毕业生县长奖的颁奖典礼 20号上午举办的是北区国小组的颁奖 县长徐正位亲自到场,除了祝贺获奖的毕业生 也感谢校长、老师的栽培,还有家长们的用心 更勉励同学们可以努力继续向学,朝着人生的目标来迈进 20号上午中华国小活动中心相当热闹 数百位家长与同学们齐聚一堂,要见证这个荣耀的时刻 这是1080年度北区国小应届毕业生县长奖的颁奖典礼 县长徐正位亲自到场,除了祝贺获奖同学 也感谢师长们的栽培,还有家长们的用心 更勉励同学们要继续努力朝着人生的目标来迈进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 更是父母期待孩子从家庭教育到学校的团体教育 而校长老师就承载起父母深切的期待以及所托 这也就是我们老师为什么都这么的战战兢兢 因应的时代的潮流,未来产业的不断的转变瞬息万千 我们的老师要如何去教导适应未来的孩子 这对我们老师来说,承载的父母的所托 承载的父母的期待 以及承载的未来孩子的发展 这些压力,这些的所托 也就成为我们老师不断的精进的鞭策自己 华林县政府希望跟我们所有老师校长 还有家长们,孩子们一起走 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国家的尖兵 成为国之栋梁是我们要做的 紧接着就展开颁奖典礼 北区国小组共有99位学生获得县长奖 其中一位72岁的朱素云阿嬷 她在儿孙的鼓励下就读了民意国小补校 也在今年顺利毕业并且得到了县长奖的殊荣 让全场人士都为她欢呼鼓掌 每一位县长奖毕业生 也和家长与县长同台合一留念 为六年的国小学习阶段 画下了成功完美的句点 这日会欢迎市报道